世界上最危险的十座监狱 第一名只能活着进来死后出去 这世上有没有比死亡更可怕的遭遇 有没有让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 宁愿死 也不想接受无期徒刑 并认为死刑判罚是对罪犯的仁慈 某些监狱充满恐怖和绝望 在那里面多活一秒钟都是折磨 本期看世界将盘点世界上最危险的十座监狱 请点赞评论加订阅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第十名 22号监狱 朝鲜22号监狱位于朝鲜东北部中俄边境附近的惠宁市 这是一个用于关押政治罪犯的监狱之一 是朝鲜政治犯的终身拘留营 又被称为死亡营 朝鲜22号监狱 仅容量就有5万人 但凡是被抓到这里的人都会被终身监禁 据了解 22号监狱里关押的罪犯 都是企图发起或者已经发起政变 以及持不同政见的人 而且一旦被关押在这个地方 祖孙三代都要受到牵连 这是为了保证持不同政见者的根源完全被清除 而且据了解被关押到这里的人 就像是一个个带宰的羔羊一般每个都生不如死 在这里吃不饱穿不暖 甚至有的犯人为了温饱 直接啃食老鼠和虫子 在这里老鼠并不是人人喊打的对象 而是这些犯人的重要营养来源 而且就是这样特别的应用 也只有25%到30%的人可以享受到 第九名 黑海豚监狱 俄罗斯黑海豚监狱位于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的边界 1745年 它被正式作为监狱来使用 起初黑海豚监狱收了很多罪犯 到后来 它只收长期监禁和终生监禁的犯人 这里关押着几乎全俄罗斯最残忍和臭名昭著的犯人 其中包括食人魔 恐怖分子和连环杀人头目 甚至有的人级以上罪名于一身 他们被称最恐怖的人 但是无论是多么恐怖的人 都无法在黑海豚监狱继续行凶 因为黑海豚监狱被誉为比死亡还可怕的存在 由于监狱门前有一尊黑色海豚的雕塑 所以被称为黑海豚监狱 据不完全统计 监狱里共关押着700个罪犯 监狱中的在押犯人总共夺去了大约3500人的性命 相当于每名犯人身背5条人命 在黑海豚监狱中 俄罗斯政府配备了900多个警卫 几乎是一对一看守 关于黑海豚监狱有形形色色的传说 但都脱离不了恐怖二字 第八名 吉塔拉玛中央监狱 吉塔拉玛中央监狱位于卢旺达 这里被称为最危险且最拥挤的监狱 有人形容 吉塔拉玛中央监狱是人间炼狱 洛杉矶时报曾报道 监狱中已经没有剩余空间 因为它已经人满为患 每一个空隙都被人填满 囚犯们在黑暗的监狱里生活 睡觉 吃饭 腐烂和死亡 在这里有时候死亡也是一种解脱 活着反而看不到天上的太阳 据了解在这里平均不到一平方米就挤着四名囚犯 可想而知空间是多么的狭小 监狱最初的设计容量为四百人 但1990年卢旺达大屠杀后 原本只有四百人数容量的监狱 直接被七千人挤到爆 囚犯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每天只能吃到一顿饭 因为人太多 所以很多囚犯睡觉有时都得站着 少有的洗澡也是集中淋浴 看守员拿刺水枪冲醒 阴暗 潮湿 恶臭和传染病充斥着吉塔拉玛中央监狱的每个角落 很多囚犯一觉醒来 就会发现身边的人早已死去身体冰凉 不过这都是常态 世界上最危险的十座监狱 宁愿死刑也不想被判刑 第七名 罗德奥监狱 罗德奥监狱位于委内瑞拉 据了解在总统查维斯的统治下 委内瑞拉的犯罪率飙升 几乎每天都会有犯罪事件的发生 监狱甚至开始出现过度拥挤的情况 监狱内部人满为患 十分拥挤 就在2011年6月12日探访日 罗德奥监狱爆发了委内瑞拉史上最臭名招 规模最大的监狱暴乱事件 造成了21名囚犯和一位访客身死的严重后果 目前监狱人口高达5万人 其中五分之三的人未受审判 查维斯本人也形容委内瑞拉监狱系统为第五地狱的大门 由于委内瑞拉的社会治安等多种因素造成犯罪率不断上升 目前监狱十分拥挤 罪犯们更是有苦难言 毕竟上万人挤在一个小地方 又怎么会生活的好呢 第六名 巴里奥斯市监狱 巴里奥斯监狱位于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的圣米格尔巴里奥斯市 被誉为世界上最艰苦最危险的监狱之一 这个艰苦是指监狱生活环境的艰苦 危险是只在这里被关押的罪犯 据了解巴里奥斯市监狱关押的都是一些著名的黑帮老大 或者带有强大黑帮背景的人 这些人涉及走私贩毒 杀人放火 可以说是无恶不作 在这里有一个说法 纹身越多的犯人证明这个犯人的势力越大越不能招惹 由于有些犯人的势力过于强大 即使是狱警也只能在门外看守 但是无论他们曾经多么风光过 如今都要三十人为一组 待在一个高四米宽三米的房间里 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多差劲 毕竟萨尔瓦多的国土面积也只有两万零七百二十平方千米 又是一个经济水平低 人口密集的沿海小国 监狱又会有多大呢 第五名 佩塔克监狱 佩塔克监狱位于俄罗斯最美丽的地方白湖地区 但可惜与之相反的是 原本美丽是不可与欲望和凶残像挂钩的 这里是专门设计来禁闭最危险的囚犯 就像是美国著名的恶魔岛一样 在这里最不用担心的就是罪犯之间起争执 斗殴 因为他们几乎不会遇见其他御友 他们每两个人分享一个担间 每天朝夕相处 而且监狱空间也仅限两个人活动 犯人只能在牢房外的小笼子里站立或行走 在这样的隔离状态 极其考验囚犯的心理承受能力 因为他们几乎与世界隔离 囚犯必须学会战胜压抑 监狱的心理学家曾说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在这里住上25年而不出现心理问题 同性恋或许可以 但其他人就难了 而且想要逃脱这里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里四处都有警卫森严戒备 一旦逃跑崩的一生 就会被枪击 第四名 内罗币监狱 内罗华监狱位于肯尼亚 建于1911年 被誉为最拥挤 环境最恶劣的监狱 这里的监狱没有过于苛刻的规矩 但是这里人满为患 极度拥挤 原本这个监狱修建时只能容纳300人 但是由于肯尼亚社会治安较差 经济发展落后等一系列的原因 导致这里的犯罪率极高 到2030 监狱内的犯人已经超过了3000名 直接翻了10倍 可想而知这里有多拥挤 而且3000人数还不包括警员 其余工作人员 据了解 内罗币监狱内部构造像集了一座迷宫 而且每一堵墙的边缘都被铁丝网紧紧地围住 犯人如果想要从这里逃出去 几乎就是不可能事件 在这里地上 空气中都飘散着不可描述的味道 飘着汗水 污垢 排泄物和未经处理的污水遍地都是 都不用进监狱就可以闻到一股让人无法忍受的味道 世界上最危险的10座监狱 只能活着进来死了出去 第三名 叙利亚塔德莫军寺监狱 塔德莫军寺监狱位于叙利亚 在这里服刑的犯人都十分痛苦 因为这里经常会发生虐待事件 且无缘无故地枪击犯人 所以在这里生活的罪犯每天必须提起12分的精神 不然很有可能下一秒被无端枪毙的人就是他 这里就是那些犯人的地狱 士兵的天堂 甚至国际特赦组织指出 该监狱简直就是为了授划囚犯而建 而且这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监狱 在这里被关进去的罪犯除了被剥夺人身自由之外 还会被训练成最惨无人道的杀手 这里的杀手并不是大家自影视剧中所看到的那种酷酷的杀手 而是因为在监狱中他们被渐渐地磨灭人性 失去他们最初的模样 最终变成没有人性的恶魔 剩下的只有残暴 1980年这里就发生过一场规模庞大 十分血腥残暴的监狱屠杀事件 多达800名囚犯在袭击中丧生 有官方面估计死亡人数高达2400 据报道 这场血腥残暴的大屠杀清理工作 整整持续了两个星期 第二名 关塔纳摩监狱 关塔纳摩监狱位于古巴东南部的关塔纳摩 是美国军方在2002年时 在古巴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所设置的军事监狱 最初的阿尔姆地只是为了临时的关押拘留 但后来使用愈发频繁就成为了长期使用的监狱 这个监狱距离加勒比海只有基米的距离 十分近但是这些被关押的人 从来没有看到过蔚蓝色的海水 因为他们终日都被囚禁在监牢中 而且关塔纳摩监狱还存在十分严重的虐待行为 2023年6月底 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菲奥努拉尼 一栏2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一份揭露 美国关塔纳摩监狱虐求行为的调查报告 关塔纳摩监狱的种种暴行 堪称美国侵犯人权的黑暗教科书 他表示 时至今日 关塔纳摩监狱的在押人员仍遭受非人道对待 美国政府应当为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道歉 但是十分讽刺的是 6月26日恰逢联合国支援酷刑受害者国际日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还发表声明谴责 一切形式的不人道待遇 表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应禁止酷刑的言论 第一名 黑沙滩监狱 黑沙滩监狱位于赤道几内亚 这所监狱是自杀率最高的监狱之一 因为这里的囚犯每天12个小时都在被禁闭 还有一些犯人要遭受酷刑和虐待 很多人由于受不了折磨便在监狱中自杀 了结自己 毕竟这些囚犯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他们没有办法请律师 或者自己看医生 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其次这里的环境十分恶劣 这里数换成灾 拥挤不堪 囚犯们严重的营养不良 有些囚犯死于慢性疾病或者急症的 再加上国家的不富有 所以监狱的设施十分简陋 连最基础的设施都没有 虽然在2021年的时候 政府出资重新装修了这所监狱 并且重新盖了一座医务处 但是这些也没有彻底解决监狱的问题 只不过有所缓解 但是自杀和虐待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没有被解决 只能说被关在这里 就自己自求多福吧